大家好,欢迎回到南方了,我是岳哥,真实报道,仗义发生 来看看邓小平先生这几天相关的消息是比较的多 公开信息可以看到,邓小平是1904年8月22日出生 所以他120周年名单很快就要到了 刚刚过去的周末,我是注意到几位知识人都在转邓小平 的一个讲话,而且这个讲话流传都是很广 显然在舆论场上,人们是在把邓小平和习近平在做比较 这样一比较下来,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团队的压力显然只会越来越大 在看到不少知识人所分享的邓小平讲话之前 我们来看一看,因为有一些香港媒体就特别提到了 120周年明代中共是很有可能高规格的纪念,高规格的座谈会 来彰显向西方世界表明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 在相对微观一点的层面,邓小平顾理旅游区8月17日是突然发出一纸通知 说邓小平顾理智慧景区系统已建成 为了确保有序安全的继续开放 旅游区是将于8月19日起实行实名登记免费入园参观 关于这个消息,初看的是比较的寻常 不过还是有一些网友提出批评意见 认为现在人们对邓小平是由衷的怀念 对习近平是比较的不满意 所以旅游区的这个做法,有一些网友解读 是说防患与未然,防止有一些人去旅游庆区举标语喊口号 所以就这么几天吧,在中共中央层面 对于邓小平会不会有所谓的怎样的高规格的追忆 在中国的民间的层面又会有怎样的高分贝的对习近平的抗议 一起来等一等 接下去我们就说回这几天 中国的知识人转载分享讨论很多的邓小平的一篇讲话 讲话的标题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讲话的时间是1980年的8月18日 场合是在中共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 因为中共内部政治博弈的原因 这篇文章是迟至几年之后被中共的央媒发布出来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其实我们只是从标题上来看 也能够大概理解内容是在说什么 不过用一些学者的表态来看 这一篇的讲话是从制度根源上深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 指出了中国政治制度领域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 当然再准确一点 其实呢就是中共的政治弊端究竟有哪一些如何做改静 所以邓小平的这一篇讲话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么多年下来 仍然被学界的不少人士是认为中共建政以来 对于中共的政治制度反思最深的一篇文章 关于这篇文章还有必要一说 非常罕见的一点 就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头版是由两次刊发出来 第一次是在1983年的7月2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通篮标题予以发表 第二次是在中共建党6月6周年1987年的7月1日 人民日报头版是整版再一次刊发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 同时配发了社论 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所以重要性也是可见一斑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我是看到不少知识人在转邓小平先生的这一个讲话 原因当然并不复杂 用一些朋友的话来说就是 切中实弊 什么实弊呢 也很简单 第一点切中了现在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团队的一些做法的实弊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其实呢比较核心的要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谈到当时对于中国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 邓小平就强调中共中央之所以这样做 原因是这么四条 现在每一条非常的巧 似乎都是在针对习近平和他的身边的政治团队的成员 第一条就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 为什么因为权力过分集中就会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 会破坏集体领导容易造成个人专断 第二条兼职负职不宜过多 一个人的知识经验能力有限 工作呢如果说你兼职负职太多就工作难以深入 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 第三条着手解决党政不分 以党代政的问题 这一条目前也是中国的企业界人士 当然也是包括一些海外资本怨声载道非常集中的一点 习近平啊这么多年 其实大家也是看到了 他对毛泽东毛教员的那些做法是情有独钟的 包括他多次就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是要领导一切的 最近中国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六十条包括稍微早一点 中共二十大的报告 其实很核心的一个内容 也是体现的比较清楚 就是要继续强化 中国共产党在包括经济领域 发挥更大的监控和管理的作用 第四条 邓小平的讲话就特别提及 从长远着想要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 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 当好他们的参谋 这是他们的工作 这是保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 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 以上是邓小平讲话的部分的内容了 原文还很长 前面我是提到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 算下来就整整44年过去了 为什么44年之后的今天 当然现在上传视频的时候8月19日 仍然很多人在转在传在意呢 显然每一个文字感觉就像发生在今天 具有如此强烈的破镜性 所谓的物为言之不欲 都被邓小平言中了 第二点切中实弊 切中了什么实弊呢 就是做政治体制改革 这是中共作为中国目前的执政党 过去所给到的承诺 现在是不是就完全不算数了呢 完全被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团队推翻了呢 我也是看到不少人在比较隐晦的追问这一点 我注意到在中国官方所推出的一个改革开放的数据库 汇总之中 是把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 放在行政体制改革的板块下面 这个做法应该说是有时公允的 或者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因为1987年7月1日 人民日报头版在刊发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之后 还配了一个社论 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其中就特别提及邓小平的这篇讲话 是深刻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经验 和十年动乱的教训 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 提出了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改革的重大任务 所以呢就特别强调 这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在学者层面 普遍也是认为邓小平44年前的818讲话 对于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 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徐庆全8月18日 对邓小平的讲话是进行了历史性的回溯 也有比较简短的点评 徐庆全是曾经担任 炎黄春秋这本杂志的执行主编 炎黄春秋 普遍被认为在一段时间内 是聚集了中共党内比较开明派的人士 徐庆全在文章中就 徐庆全先生在8月18日的一篇文章中就特别提起 他认为邓小平的这篇讲话的主旨是反封建的 就分析了中共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 如官僚主义现象 权力过分集中现象 家长制作风等等 他援引邓小平的话就指出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 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徐庆全的个人的看法就是 肃清封建主义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化 以政府的权力制衡和公民的广泛参与 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 是克服以致肃清封建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 徐庆全也认为 这个观点是徐庆全的 他认为这也是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诉求 以上就是徐庆全先生最新的说法了 因为考虑到事情比较敏感 他又写了文章 所以我就没有去联系他 向他做进一步的请教 我是顺道着问了中国大陆另外一位学者 非常知名 想请他来谈一谈8188讲话 这位学者就表示目前是不敢说话 是被禁言了 所以也就只好打住 现在总体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紧张 另外一位 曾经对邓小平1980年818讲话 给予了很高评价的知识人是吴伟 他在美国媒体上是写了很多文章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梳理 回忆和点评 吴伟是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研究人员 他在比较早的一个文章中也是特别提及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 确实是中共建国以来 最高领导层对于党和国家 政治体制上存在着弊端认识的最深刻的一次 邓小平在讲话中所讲的五条弊端 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 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确实是抓住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中的要害问题 吴伟还特别提及邓小平是给出了一些要方的 包括中央是向当时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 中共中央是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 当时还在考虑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 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 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 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 然后有准备有步骤的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 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等等 吴伟当时就认为邓小平给出的这些要方 显然只能解决皮毛问题 不可能从根本上治好他自己所指出的那些弊端 吴伟就特别强调 虽然邓小平给出的要方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但是就讲话本身而言 确实是已经达到了邓小平政治思想的最高点 在这里也可以稍微做一些补充 因为中国的舆论场上也有声音是批评邓小平 认为他包括私生活不检点 包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其实是让中共的权贵先富起来 包括邓小平也就是在1980年8月 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访问的时候 他也特别强调了两点 第一点毛泽东的画像要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另外一点中共不可能像苏共的二十大一样 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那样去否定毛泽东 很多人认为这个邓小平的做法也是说要维护中共的长久的统治 这个说法大体是没有错的 但是在中共这么多党魁比较下来 邓小平的818讲话 把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必要性重要性 讲的比较的通透 明白易懂的 恐怕也是非常罕见的 甚至是紧见的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事实 透过这样的知识人的说法 所以能够看到邓小平的818讲话 是普遍被认为是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 先称重要的文件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成为中共的承诺 后来因为包括8964事件等等 在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情况 中共所承诺的政治体制改革 事实上就是中断了中间的中 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团队这里 是不是已经终止了呢 终结了呢 这是过去这几天围绕着邓小平先生 120周年名单 围绕着他1980年的818讲话 讨论非常密集的焦点之一 所以也不难理解 44年前的一篇讲话 一篇文章 切中了当下的弊病 切中实病 人们心中显然是有怨气的 这个怨气现在也不只是说中国的支持人 上传这则视频的时候是北京时间8月19日星期一 大概中午的时分 围绕着邓公120周年名单 座谈会相关的消息 目前中国官方还没有披露出来 有理由相信中共官方的叙事 官方的纪念活动中会回避掉 或者说呢会淡化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这篇文章 但是对于走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 他们不会忘记掉邓小平的这篇文章 以及他要表达的深意 对于中国眼下的态势 不管是经济态势还是政治态势 不满意的人来说 他们也不会忘记邓小平44年前的818讲话 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特别的还是老生常谈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不管说打赏频道 打赏我本人 乐歌都是由衷的感谢 我们下次见